大家好 我是徐光翰 我在《倉路與少年》 飾演的是倉路 就是我覺得他一開始出現 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他是有一點點邪惡的 但是看到後面其實他跟少年 會一段很堅定的友情這樣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我在《倉路與少年》裡面飾演的是 少年 真人 這一個背景塑造出他一個比較冷酷 就給人家距離感比較遠的一個小男生 後面他們進入到了一個環境 一個世界裡面的時候 他慢慢的開始成長 小男生的一些狀態 一些情緒去表現出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欣潔 我在《倉路與少年的動畫片》裡面 飾演的是真人這個男主角的 親生母親 九子 還有繼母 夏子 同時演兩個角色 都是媽媽的角色 到底怎麼區分區別這兩個媽媽 還有這個少年 對他兩個媽媽的情感是如何的 兩個人情感的這種轉變 是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 很希望就是大家去看的時候 也會感受到那份感動 其實配音工作真的 我沒有接觸過 我記得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有點緊張 透過導演去描述這些東西給我 在你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這個場景 然後你去把你的想像力 想像力盡量盡量發揮出來 宮崎駿的電影就是有這種魔力 這些阿伙又愛說謊又很狡猾 我覺得一定是他抓走了夏子阿姨 可能有一些氣音 因為這個蒼鹿這個角色 他會有很多 然後飛要被射中 還有救人 就會有很多要 那種聲音 然後我覺得 配起來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困難的是 因為他有倉弩形態 跟他裡面的那個人的形態 所以就是有時候要抓一些 這兩者之間的轉換 就是我可能我的聲音 算靈活啦 剛好配到那個達編想要的 對 所以才可以提早收工 你這囂張又愛說謊的孩子 看我把你紅色的心臟扯出來 一口咬個嘻巴啦 我覺得很驚喜啊 就是因為大家對徐光漢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個帥哥 而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光漢的聲音變成那個長路的聲音 一定非常的有趣 有一場非常感動的戲 我想聽我的兒子的聲音 我想聽我的兒子怎麼演這場戲 所以他們就播了 曾經華的路好的那個版本給我聽 因為他演示得非常好 所以他也影響了我 可以把那場戲演得很投入 這是一部很難得 可以讓新世代的小朋友 或是爸爸媽媽 你們可以一起來看 我覺得宮崎俊先生 就是在寫那種人與人之間 在那個情感 非常打動的 非常感動的時刻 是寫得非常細膩的 很真 雖然他是一個動畫片 但是他的情感卻很真 大師的動畫 都會加入一些魔法的元素 然後在這些魔法元素裡面 我覺得帶有很多人生的意義 所以這是讓我很喜歡的地方 我會在裡面去揣摩 看到或是找到 可能對於我自己有意義的地方 一定要進戲院去支持 宮崎俊先生的最新作品 《倉路與少年》 記得到電影院去看 《倉路與少年》 一定要進戲院支持 《倉路與少年》 由我的配音 還有曾經鷹 還有鄭金黃 還有《倉路與少年》 《倉路與少年》 回想олжение emocion 天νο 热映中